澳洲的雪梨港风光明媚是知名的旅游景点 没想到却出现鲨鱼 原来有男子在雪梨港跳水 没有想到竟然遇上了鲨鱼 但他头上戴的摄影机就记录下一切 不过影片的真假也在网路上激起讨论 男子把防水摄影机戴在头上 记录他在雪梨港跳水的画面 没想到水里竟然有一只超级大的鲨鱼 从男子面前游过去十分吓人 男子吓到在水里大叫 接着急着想要游回岸边 没想到又再度与鲨鱼近距离接触 索性最后幸运逃过一劫 惊险的影片上传三天 就有将近九百万次的点播次数 热门的观光景点竟然有鲨鱼眼下很少人 不过别紧张 网友喜欢影片很有可能是假的 表示鲨鱼先是出现在荧幕的正中间 下一秒怎么又变到画面的左边呢 有网友哭手拿一模一样的鲨鱼影片做剪接 看起来不像影片 算是喜欢桥梅不安全哦 恐怖的鲨鱼竟然变得如此搞笑 在网络上夺得满堂菜 记者包容报道